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从前我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 在教养上我总是要掌控一切 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争吵 自从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感谢主使我寻回母亲的权柄 让我在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更为顺畅 接纳彼此的情绪 能够彼此的饶恕 即便我的孩子现在高三了 我们仍然可以彼此拥抱 能够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 感谢赞美主 父母教练讲座及工作坊 时间在六月十五号周六上午 及六月二十二号周六 鼓励渴望在家中活出 属灵影响力的夫妻及父母们 踊跃上教会APP 报名参加 一家班列赛 教兵与 跳舞 踏锅 就会变健康 一起加油 我们好错编的长辈真是活力充沛啊 人亲借着好错编计划 好土计划和暖心计划 还有微笑社区 把爱传递到社区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2024年我们募款的达成率 目前是20% 我们也举办了许多的意卖活动 欢迎您来支持人亲的词汇工作 一起将看不见的爱 拼成看得见爱的形状 爸妈们看过来 你也想让上帝建造你孩子的生命吗 青年牧区 小六生属齐大礼包 精彩银会有 AI世代小六先锋银 还有COME属齐青年银 让孩子的暑假更多与神连结 以上银会荷报还想组合优惠哦 报名请上教会APP 你也渴望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青年星光受洗礼来啦 时间就在6月8号礼拜六晚上 鼓励可望受洗的青年 现在就找你的区长小组长报名吧 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每周二四七的祷告 我总是可以很准时的上线参与 但没有想到我毕业之后 竟然却因为生活的琐事 又或者是工作服事后的疲惫 我渐渐没有持守在二四七的祷告当中 直到有一天的晚上 神祂让我想起祂曾经对我说 祂喜悦我在祂面前的祷告 我非常的讶异 原来我满不在乎认为可有可无的祷告 在神的眼中竟然是如此深得祂的喜悦 这也让我立定心志 决定要恢复二四七祷告的祭坛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上周Highline 教会大小事 感谢神使用刘牧师及师母 成为国度的祝福 前两周牧师师母前往美国洛杉矶 旧金山及西雅图等地 祝福北美华人教会 并且跟当地牧者同工一起分享 有美好的团契时光 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祝福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第三届圣经知识王也在上周圆满罗姆拉 共有超过150人参与 也有许多弟兄姐妹抱走丰富礼品 欢迎弟兄姐妹 下次一起来封圣经拿好礼喔 感谢神 上周Dr.Jesus医治室 不仅有家人长期性偏头痛得着恢复 也有长期因为压力导致失诊的家人 在医治的过程中身心灵都得着释放和医治 加油喜事全职同工办婚礼 上周青年牧区秋巡区长 与全职同工正结与姐妹举行婚约礼拜 立约建立基督化家庭 将荣耀归给神 2024宣教职堂任献目标为5500万元 累计至5月19号奉献金额为2645万元 武力弟兄姐妹持续透过宣教任献及奉献 参与教会宣教职堂工作 以上为本周教会最新资讯 更多教会消息请上教会官网 或扫QR Code参阅电子周报哦 好 好 好